市府客家局在图书中管五楼设置客家图书专区 长书约有2000本 同时设置图书分类系统 专书查询以及数位体验 让所有市民朋友都可以从中了解到客家文化以及特色 在我们总图的五楼 我们客家图书专区正式开张 这是我们客家局教育局和总图的一个跨局处的合作 我们桃园是台湾最大的客家城 我们有台湾最美的图书馆 我们把这两个特色结合 这个专区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2000本藏书 还有搭配的这个数位系统 特别针对客家语言特色设计的数位查询系统等等 客家图书专区不仅有各类的书籍指标系统 同时也建置线上查询平台 提供读者快速查询到客家相关书籍 预计也在明年上半年会完成数位试读 以及客家影音数位资料库 打造客家文化自主学习基地 如果对客家的文化感兴趣的话 欢迎到我们新开张的客家图书专区 来这边体验输海里面的客家风景 客家局与教育局联合洗手促成客家图书专区正式启用 也欢迎所有市民朋友 请来体验输海中的客家风景 记者 林月峰 长官 葡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